字幕作词 李宗盛 刚刚大家听过好几次的这首歌曲的开头这一段 不知道你有没有哪一次是觉得最喜欢的呢 我很想告诉大家我怎样去看这首歌 怎样可以把这首歌拉得好听 我想你未开始拉之前 你要感觉到旋律是在你周围 你要有这种气氛 你要在这种气氛之下去拉这首歌 那种气氛是什么气氛呢 好像有点叹色的 不是很开心的 你听到旋律是一路向下一路向下走的 如果是不开心的话 可不可以有某一些事 令你会想起这首歌呢 我说的气氛是包括那些一拍 每一拍你都要有一个分量 有一个重量在那里 这一拍不是拍子机 这些声音出来是没有感情的 或者是电子一拍自己的 怎样的声音是有些分量的呢 是有些落幕的呢 如果你明白我刚才所说的 我说周围要有这样的气氛 包括你给你自己的quaver也好 一拍也好 你都要有这些感觉 可能好像有一个脚步 可能好像有回音的一些默薄 但就不是一些很清脆很清楚的声音 不是 但不是那么实 最好是以半拍 因为你拉这一首曲很慢 我们最不想的情况 就是把一首慢的曲 拉得越来越慢 那我们做些什么 才不会越来越慢呢 就是你要subdivide 如果那首曲是四拍的好 四拍的话 你不可以数一二三四 我肯定当你拉长音 拉两拍一拍半的时候 两拍半的时候 你会长过头的 不要被人说太多 但我们不是纯粹在后面 不断推快速度 也不是 我们当然想要一个这个速度 但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些很小的 很小分的半拍 是支撑着一个小节 那我们才不会慢下来 那我们的长音才不会长过头 如果大家是用考试 那个ABRSM的版本 他只是说了我用什么指法 但是大家要想起 你要在功的哪一部分 还有是用落 还是用上 不要说落就对 上就不对 没有这个东西 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个效果 其实落好 上好 都做到的 如果是上功开始的话 然后试一下 不要像我刚才那样的弓尖 试一下低一点 在中弓对上一点 One and two 不要压 右手的承知 不要压 如果不是出来的音 就会确定 因为在我心目中 开头的这个乐句 是比较朦胧一点的 如果你太大力的话 那个效果就变得太过真实 太过好像 in your face 太过在你面前 那样 软的东西通常都会朦胧一点 我不知道那样东西 船率是他走过来 还是你走近的船率 但是一样 总之船率和你的距离 越近 你就越清楚 你拉的时候 就要给多些力量 也就像那份譜一开始是Piano 然后过了两个小字之后 就变成Mexo Forte One two three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神奇的 大家看看第四小节 他绝对可以不落这个渐势和Piano 不是很自然吗 一直都是Piano Mexo Forte 那不是这些应该是Forte吗 越是向下 它是越要强调 但是他做了一样相反的东西 我们期望的是Forte 我们期望的是Crescendo 但是Ratmanilov说不是 Ratmanilov说不是 然后这里才是Crescendo 他是说 有另一个地方 更需要Crescendo 更需要Forte 就是在Bar5 如果我们能够很细微去看一个乐句 其实你会发现到很多有趣的细节 这些细节 我们只是用节奏的角度 用音符的角度 或者很沽躁地用大小声的角度去看 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就算被你做得对了 但如果你背后不是有去想 他为什么会这样写呢 或者他本来不敢写 他可不可以用另一个方法去写呢 如果你一问为什么 整件事是变得立体很多 我想你总会 如果一些东西 是很努力 很努力想做 但是 人人都以为你会做到那样东西 你自己都是这样觉得 但是不是 最后那一刻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不成功 或者到成功你做到了 那样东西发生了 已经是 是另一回事 是过了一年 或者过了两年 但是 同样的 同样的结果 如果迟了一年 迟了两年出现 还是不是你想要的呢 你想要的一件事 你想要得到的一件事 你希望 可以 可以有这个forte 你以为他会给到这个forte 但不是 原来是假的 是骗人的 你说多不开心 好吗 这个drill 一般都不会像我这样 有高的音乐 都会是由d sharp 我想大家拉这个drill的时候 试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 先慢后快 那 效果就是 我们说这个是音乐上面一个 表达痛苦的手法 这个d sharp 是 accidental 是一些临时的转音 我们以为临时 accidental 临时 好像临时熟悉市场 临时 但是在音乐上 这个所谓的临时的记号 是有很多 那个作曲家 想要的情感在里面 凡是看到这些 accidental 不属于那首 音乐的曲调 即是不属于E minor 它是一个minor second 我们说minor second 是最有感情的一个interval 再加上它有这个trill 所以 给人听多 听清楚这个d sharp 我们再看看跟着那一段 会不会是ramanov 有想起一些东西 是代表他 其实不是很甘心呢 所以才会这样写 一个又止一个的问题 方程添浪 你就是看到很多 accidental 你会感觉到谷调一直在变 正在练的 我觉得这个f natural 是 verynal 像我剛才所說 如果我們真的仔細去看 有很多這些細節是很有趣的 你未必一下子可以做到那些情感 但是那一刻這首歌不會再是一堆五戰譜 一堆音符 一堆指示 其實不是這樣 裡面是有很多情感的 一首沒有歌詞 但是很奇怪 即使沒有歌詞 甚至連Doremi Fausto都沒有 但是我們好像隱約是感覺到 作曲家在他內心 真是最深深的 最深處的那種情感 我希望今集可以給大家一些看法 是怎樣去看這首曲 怎樣去拉這首曲 有些什麼細節的東西 如果我們花多一點時間去看 整首歌會馬上不同 也許是個小的情感 是個小的情感 那是個小的情感 那是個小的情感 我們可以去看 也許是個小的情感 感谢观看